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闪 咱们也闪 是吧 好 大家都跟着闪 看法阵会不会来搞主攻一下 没有 黄盖掉了血比较郁闷 他的血是非常重要的 哎呀 这主攻还又甩了个蓝蛮 这样我们也不得不掉血了 速度高快一点 看黄盖 这次终于没掉 法阵还是很幸福的 好 主攻一轮AOE打得很爽 陈玉直接吃了桃 挂了藤甲 捡一马 顺了主攻一下 跳了一个反 不错 是我们的队友 土豪队友 来了一个埋伏一丸 赵之华低调不动 那咱们怎么办呢 开个五五封灯 抢了个诸葛连鲁 叫突如突了 好 那咱们开突 开走 连上主攻跟二张 你突卡了 自霸 咱只有一次自霸 结果没有元素 好 这完了之后 再是一个绵绵不绝 再来一个杀 连鲁四四杀 指日可待 二张老了 忠诚 咱们杀完 一个忠诚觉得不过瘾 再继续杀下面的六号位黄盖 好 刚才这个伏兵独条了的 是吧 陈玉是一个伏兵的杀 好 黄盖直接有桃子不吃 让我们收了 那这样的话 我们又干掉了一个忠 又干掉了一个反 然后法阵又配合我们 又干掉了一个反 这还是挺有意思的 好 现在一忠两反完了 准备进入了五人局 这个节奏还是比较快的 好 陈玉继续在搞 主攻继续在设伏 这张文华跟法阵什么身份 咱们不知道 是吧 应该是一忠一类 这还不是不知道的问题 这应该是一忠一类 不知道 就全标忠 杀了一下 伤了我人全身而退 然后继续过河拆脚 逃云结义 哎呀 正好买了一个 无懈可击 把法阵给无限了 好 法阵直接找主攻 玩起 弃了一个无懈可击 哎 主攻的乐居然天阔了 猜我们 咱们没办法 只能让他猜了 好 这个决斗 陈玉绝对是亏了的 陈玉这一卖血摸了多少牌 是吧 好 土豪在我们这边 就是不一样 这陈玉一个火攻 干掉了法阵是个类 所以这个春哥就是终了 好 这个闪电 没有把春哥劈死 他会搞我们了 哎呀 正好 咱们直接把卡连营的杀 当然这个杀也不一定卡连营 是吧 再用闪电在头上 好 这来了一个顺手枪 顺过了这个持雄放弧剑 但是用持雄放弧剑 调戏春哥依然有同样的风险 好 我们不管那么多 跟陈玉玩起 好 这个闪电 看看什么时候开劈 这个祖宫终于断杀了 他冰 惨天把陈玉劈了 我来个去 赶紧出一个桃子 是吧 有 有 把陈玉劈了 大家看见没 看见没这是啥情况 陈玉是忠诚 这家伙忠诚可是一直在搞 祖宫的是吧 是搞得我们非常的郁闷 一直把陈玉当这个队友搞 这个张春华居然是个反贼 大家发现了没有 这把我们碰见奥斯卡了 陈玉是个奥斯卡 只不过他非常的不幸 被闪电也劈了 使他这个奥斯卡的表演 那个变得毫无意义 好 这个张春华马上终于反应回来了 咱们现在是2比1 围观主攻了 我们可以把速度搞快一点 只要不出现明显的失误 把这个孙奔 凉雪孙奔搞死 指日可待 好 咱们就不要激动了 这个九杀没杀死的话 就觉醒了 觉醒也行 你只要不打得太猛 你就一血 你能怎么样呢 是吧 好 这一条扎人 最后 可惜咱们被热了 虽然看着一血名牌没法搞 张春华被扒光不要紧 咱们被扒也不要紧 张春华咱们逼我们一下也不要紧 咱们被一杀这么多牌 他扒我们毫无意义 火攻我们更是没有任何意义 好 这个孙奔挣扎了半天 觉醒了之后 发现也挣扎不过 咱们两个神将教 在这里围观他 好 大家看见没有 这把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见证了忠诚成语 在二号位的奥斯卡 让我们糊里糊涂 当然我们连弩 将士商一路突下去 突使两个队友和一个敌人 最后在陈玉的欺骗下 骗了我们不少牌和桃子 但是一道闪电帮了我们的忙 你演技再好 也敌不过老天 好 优酷电视台 YouTube电视台 欢迎收看扑木威祸 会请带来的三个啥奥斯卡 刚才那把是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 看见证了奥斯卡的威力 大家可以想象 如果没有那道闪电的话 我们肯定被陈玉骗的团团转了 好 这把我们是寻忧 作为主公是潮批 在八号位选一个寻忧 咱们脸上就是一个大大的一个钟 已经无计在场上很多人 手上已经飙出来了 咱们不用通过行动 直接通过选将 就可以混一个反身份 那后面就看咱们的造化了 是造成内讧的多 还是造成开游的多 好 这时候元素乐布林斯 没有什么卵用 布林斯直接一个盼个红桃添过 然后开始 看看他怎么个撕法 好 实际上是我们的队友 但是在他眼里 咱们肯定不是他的队友 好 布林斯发现没得撕 第一轮就这么直接过了 好 看看雇佣 把两个闪电给搞掉了 弃掉一个黑 三个红补牌 补了 补了一下也是我们的队友 两个反已经出来了 这个贾徐是中 还是反 这个木榴马是中 这个不是魏贾徐 这是一个群雄 贾徐有玩杀的 好 这样的话身份已经差不多了吧 就看这个黄盖 这个鞭鞭打我吧 哇 这个宫井来了 盲居了 没有搞假许 然后又放了个弄心 黄盖竟然是跳了一个钟 这个曹皮肯定不会翻我们 直接选择了翻元素 为什么曹皮翻元素 他这个很容易理解 在曹皮眼里三个钟已经出来了 元素 蔡文基都是反 但在我们眼里是不一定的 哎呀 这把这个内奸打了 那之后就直接苦死了自己送主公行伤了 好 这个蔡文基解了他的铁锁连了我们 咱们来继续把这个演技派发挥到底 让主公去打元素 这个蔡文基来连我们的这个行为 很有可能就是反贼了 看他这个陈琴 果然陈琴找了反贼 心理就妥了 这元素果然是忠诚 但是他被翻面了 他是没法行动表示自己是忠的 我们只要继续装下去 这样很有希望让主公死在元素 让元素死在主公手里 好 这时候布林斯开始打假许 是吧 毕竟假许的血比元素少 同时寻忧集火 雇佣集火不到 这个元素那只能靠我们来引导了 是吧 当然他们不会搞元素 这个网友兽 奥斯卡把我搞糊涂了 在他们眼里元素是队友 他们怎么会搞元素呢 布林斯撸元素 只是因为元素的牌最多而已 咱们这个乐不思续 刚才聊了一轮 这轮就可以用了 赶紧把元素给乐起来 然后再清理魏国 哎呀 不过大家发现没有 这因为有潮批的存在 这个乐不思续并不一定是个好事 咱们应该乐不敛师 这样的话 清理魏国 潮批就会去翻元素去了 好 不管这么多了 潮批还在继续打元素 同时挂起了诸葛连弩 哎呀 这个酒杀 那就当咱没说 直接把元素给打飞了 我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又是一个忠诚倒下了 哎呦 雇佣可惜没有东西了 是吧 否则贾许就死定了 好 贾许已经明白了 好 这一个乱武 咱直接玩杀祖宫 是吧 咱有杖八蛇毛 这贾许显然是排序是错误的 他可能应该是先乱武 再来杀我们徐游才能玩杀 咱有杖八的时候 你先杀我们再乱武 咱直接两排当杀 把祖宫给玩杀了 这把奥斯卡 又是玩得相当的精彩 祖宫死这么惨 就是因为咱演技高 让他直接把元素当成犯贼 我们从选将跟行动 都是忠视当头 忠心一骗 慈心死 不帮曹丕不肯修 曹丕终于被我们骗得一塌糊涂 输得干干净净 好 刚才是两则反贼 这回我们又到了忠诚了 孙权组 二号位的忠诚赞演 要玩奥斯卡 这个是有点风险的 毕竟孙权不像他的哥哥 他本来反贼就不想搞忠诚 会直接对着祖宫打 如果你再装一下 再害祖宫掉掉血液 少少排的话 还是很头疼的是吧 但咱们好歹 怎么说也是个奶爸 只要咱有奶水族 卖一卖主公 问题不大 好 咱们给主公一刀 明天是要装一下 主公果然掉血了 非常悲剧 一上来连个伞都没有 直接弃两个杀过 好 看看后面布置 来啦 咱这装就体现作用了 是吧 来 木刘马再传过来 就更幸福了 或者他再玩一玩 定判自己 再给我们补牌 就更幸福了 毕竟他只有一个队友 是吧 只看见我们这一个队友 他不给我们能给谁呢 好 这时候再把 你还有桃子没 有桃子再玩一次 哎 再玩一次 要不要 哎 来了 来 来 别客气 呦 他在犹豫 他在纠结啊 让我们失望了 他把他的武器给弄掉了 那好在 把诸葛连弩传给我们了 木刘马给我们了 哎呀 诸葛锦也是反了 咱这一桩 赚大了 看张和最好 不要失踪 当然他失踪也不要紧 他把咱木刘马移 也是往祖宗方 那里移 问题不大 好 这时候陆逊开了个南方陆星 这有点像忠诚 破王子彪 看看再说 登登登 看他要不要杀诸葛锦 杀这个不智 不用说了 跳踪 看张和 持有八九 是个反 这一偷 那这样的话 三个反一个踪出来了 邓爱也跳了一个踪 左词就是反了 等于就是这么个意思 好 这个左词阴魂给不智 其他人肯定傻眼了 觉得反贼多了一个 哎 但这个乐 咱马上身份跳回了 咱有两个无邪在这里 你不怕你 乐主攻 咱一个无邪可击 左词一个无邪可击 邓爱还有一个反无邪可击 是吧 反贼还有没有 没有的话 孙权就冻起来了 刚才那个血也白掉了 是吧 他把白银狮子给制衡了 好 看看咱们的诸葛联� 能不能把不智给带飞啊 这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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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两刀下去 不是好像有个陶是吧 刚才那个火攻说啊 没有陶 诸葛锦来救 咱们一个九杀啊 咱这 咱这是可以搞这个 这个铁锁 九火杀是吧 这个呦 哎 我们直接直接吧 哦 因为我们还想 布格联鲁 是说怎么把藏毛色毛 给搞进去了 咱布置还是很谨慎的 留了一个伞 咱九火杀不一定能够成功 还不如这样 杀了布置之后 藏毛色毛又回到了 咱的手上啊 把诸葛锦也冰住了啊 好 诸葛锦的三排没法摸啊 这份悲剧的过 看陆迅什么情况 哎呦 结果我们这份装的这么漂亮啊 好不容易搞死一个反贼 看到点优势了 就内奸马上就跳反了 这样的话 这局依然还需要 再继续的战斗下去 没有像前一局那么 那么happy 反装中 主攻直接杀了忠诚 裸奔了 这个一个玩杀就结束了 这把就没那么容易了 好 顺权有个无限 如果有反弧蟹 咱还有无限 是吧 勒布施主 勒了诸葛锦 但是不一定勒得中啊 他只要手上有红桃 就是中不了的啊 好 咱们把这个 狄卢啊 这个当杀 让诸葛锦这个明哲 又把狄卢给摸去了 然后这个勒布施主 他手上有红桃 没有勒中 好 这个陆迅要搞门 哎 咱们还 这个内奸已经有这个 达忠诚的意思 咱还给他一张牌 真是够意思啊 这鞠躬 俊粹 好 这个张合明显手抖了 好像多跳了一次 叛替阶段 把我们的这个加一马 给撸走 但他这个加一马 这个在邓爱面前 还是寻同虚色啊 因为他不敢动 邓爱的这个杖毛死毛 你是动了 你没啥用 所以说邓爱 我一再强调过 邓爱其实就是一个菜刀 一个有防御能力的菜刀 别人不敢动他 他敢砍别人 别人不敢砍他 就这么个作用 在觉醒之前 尤其是能够囤一两个田 还不缺距离 这个作用就更大了 好 这一刀 诸葛景 哎呀 你看这 这这这这这这 这内奸给力啊 这都要救啊 这一共才七人局啊 是吧 好 当然他救了也行 这样下去的话 反贼两个都缠了 他肯定是有他的道理的 反贼两个都缠 忠诚 邓爱还是满血神装 是吧 咱们这个这个状态 哎呦 成这个样子 只能指望邓爱 给一个逃了 好 邓爱进入最强状态 好成四血两田 是吧 这个无人敢碰 他敢可以乐意砍人 好 张河这个移也不知道移的是啥啊 要移也移给左慈啊 诸葛景就是个带宰羔羊啊 邓爱在这个这么多田 看这这种情况下 你挡得住 好 我们的邓爱果然厉害啊 斩了诸葛景 又斩了张河啊 又开了一个五股风灯啊 肯定是无蟹左慈 看主公是拿冠石斧的 咱就拿酒呗 好 那个陆迅拿火攻啊 好 邓爱也只用气一张牌 很爽的 现在我们人路上占了优势啊 我们虽然快死了 但咱的恢复能力是可以的 唷 结果左慈看样子 没有想先搞这个忠诚了 直接把主公搞死就完了 同时把木柔玉马给了内奸 口地内奸失票 咱们不客气了 主公这一个借刀 让邓爱进入了觉醒状态 咱们给主公留一个桃 不敢吃 这个想失票的路训 一个火攻被无限了 这个过河拆桥 再又被我们佐定了 来一个酒 有没有杀 终于没杀 想失票没那么容易 是吧好 邓爱成功的觉醒 有一个木柔玉马 那就考办了 把闪电也给牵了 好 这一个酒杀 咱给他补一张牌 我们的佐词 刷油拉拉了 路训 如果手上是个桃 他早就来连赢了 肯定是不会 换到现在的 好 这个顺手千阳 顺他的武器 顺他的捡一马 不要让他打到主公 虽然他可能有这个谦逊过的牌 还是能够打到主公 咱也没办法 主公多撑一轮 试一轮 赶紧把状态回复上去 撞在一个回复上去 这个内奸想失票 也没得撕了 好 这个内奸还不肯放弃 显然他是有失票的意思的 主公现在两个忠神 已经状态非常健康了 打忠神肯定是打不动了 哎 邓爱 这是木柔玉马 怎么又忘记船了 关键时候不要随便 犯错误 咱们手上已经没没货了 好 陆军没有拿出武器来 咱们终于松了一口气了 他如果这酒杀 拍向主公还是挺头疼的 好 这个邓爱 应该把这个八国阵 给到主公那里 那这样的话 主公就妥了 这个志恒 这个若玉马一传 陆逊已经没有再坚持的意思了 咱这个黑飞机 是留着当桃子的 好 陆逊 差不多可以投降了吧 还要再坚持啥呢 主公已三血 神装还有灌之虎了 陆逊一定要把人头 那个亲手 让我们给拿下 一墨写春秋 还有两个杀 归豪 土豪 退万迪 把陆逊拿下了 好 这局还打得比较长 我们虽然装饰粪 把反贼骗得团团转 但是搞死一个反贼之后 内奸就跳板了 这也是祖宗方胜利之路 会比较苦逼 跟反贼相比 那要艰苦的多 好 这把又是一个反贼 主公依然是孙奔 主公依然是孙奔 咱还依然是陆逊 咱确定没有放重复 是吧 大家可以看到这位置不一样 第一个陆逊是三号 四号位 咱这是一个三号位 好 二号位是一个出价了的 这个孙上香 主公还是低调的挂了一个八卦阵 孙上香来了 哎呀 这一个红杀 往咱们再砍 明显是看脸打人 很有可能是反贼 虽然他没有打主公 因为主公有八卦 他是一个红杀 既然如此 咱就装了 一个三点之霸 主公也只出个三点 不知道是什么考虑 他可能以为我们是来拆牌的 好 这样的话 姜维这个乐 这个挑衅 应该是跳了一个钟 把这个藤甲给弃掉了 毕竟一开始的藤甲 不一定会是什么好东西 好 左时被乐了挂了一个琉璃 砍曹璋一个匠 开一个南蛮入侵 哎呀 我来个去 咱这一开局比较头疼 早知道不砍 虽然这样一刀了 当然牛杀的话 久就不能牛 怎么样都是一个痛 这个南蛮入侵 一放有点偏钟 好 陈群又继续砍张一彩 咱不知道是什么情况 张一彩这一连 陈群拼命的补牌 这一个枪武判定 是一个K点 他只能出一个杀 好 他这个寒冰剑 没有杀足 也不吃桃子 这打的是啥玩意 咱们感觉比较奇怪 咱只能猜了 好 这个主攻 认为这三个是反贼 咱只看见一个钟 出上枪 吃一个桃 一个梁柱 看他搞不搞 还是没有挑身份 咱一个决斗 直接给主攻 咱把钟城装到底 这排一气 只留一个酒了 没办法了 好 姜维 这个借刀杀人 这个挂起了一个酒杀 杀陈群 大家都认为陈群是反 不知道为啥 我们看看陈群是不是反 好 这个万剑齐发 我记得陈群是给曹璋补牌的 曹璋当时放蓝盘 是有点像钟的 好 姜维好赢 这个无蟹还给我们打 是吧 让我们省了一个9 好 这又跳了一个反 在左磁 心中顺上枪 也是忠诚 年乐两个人 曹璋跟陈群 张一彩都是反 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好 曹璋不一样 哎呦 曹璋砍了张一彩一招 离线了 哎呀 这样的话就更有趣了 我们直接跟曹璋就交换身份了 好 陈群定训 平了两次 每次都把自己给翻面了 真是悲惨 真是苦 苦命了 好 他也跟着杀张一彩 然后一个借刀杀人 手上一个寒冰剑 抓着过 翻面 等于是一个带宰割的状况了 张一彩这一刀下去 陈群十有八九 白白了 好 但是顺上枪却救了陈群 一下子 这个就陈群感觉 顺上枪就更像犯贼了 我记得他第一轮红杀 还是没有杀主公 然后还砍我们的 好 左辞马上就明白了 给顺上枪打了一个无限 顺上枪干死了张一彩 好 主公把张一彩给捞回来了 现在反正身份有点乱 咱也是有点乱 不管那么多 咱开一个蓝曼陆星下去 看看情况 陈群打死在说 看陈群是不是烦 好 陈群是个忠诚 我说嘛 他给一个放了蓝曼陆星的潮张 补牌 好 直接一个放天三杀 把姜维也杀到一血 把树上枪往死里砍 把曹张也往死里砍 结果都没死 咱来了一个桃子 算是松了一口气 好 再来自拔 给主公继续连 哎呦 就卡了个黑杀 只能算了 好 姜维觉醒了 姜维有可能是忠 也有可能是累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谁是累 好 姜维继续再打反贼 可能有可能是个忠诚 当然也可能是想收三张牌而已 是吧 有个无中生有 就有个顺手牵羊 继续挑衅 哎 没闪 他有桃子 那也行 这一下子状态回满了 曹张也离线了 张一彩到底是什么身份 咱还没看懂 这个过河拆脚 咱满招 好 他拆我们 那应该是反贼了吧 咱跳的也比较中了 是吧 但也有可能是内奸 现在想过来压中 都说得过去 好 主公这么多牌 搞曹张 古灵刀 火杀 哎呦 曹张离线了 还是能闪的 不容易 好了 我们现在距离被拆 怎么办 抢主公的距离 拿起来搞谁呢 搞曹张啊 这个暴局 把曹张给搞死 看他到底是什么情况 真的是反贼 真是让人出乎意料 好 那咱们现在进入了 祖宗内反 张一彩就不是反 很有可能是中内 咱也不知道 先给他标个 终再说 哎呦 这个乐部事主 姜维 倒是先把内奸给跳出来了 咱幸亏 没把姜维给搞死 现在打了半天 咱当了半天忠诚 结果进入了 祖宗内反 而且眼看要跟主公单挑了 这一个中一个类 都成了这副熊样 咱就不客气了 先优先 把中干掉 结果干不掉 那没办法 只能砍了一刀 继续给祖宗自霸 哎呦 结果祖宗出了一个 六点的桃子 那也好 也好 好 乐部事主要乐住姜维 肯定不容易 姜维可以替我们出手 把终神给干掉了吧 祖宗估计是不会救了 桃子都给咱自霸掉了 是吧 咱们直接进入了祖宗内反 这个五谷风筝 咱赶紧把他降维给无限掉 好 祖宗这个栏蛮一开 咱就要单挑了 这栏蛮路心 嘣的一下 咱掉血 哎呦 还没死 这一个顺头切羊 满刀损 咱继续给祖宗补牌 让祖宗觉得我们是内奸 结果祖宗还是没有去补那一刀 可能他没有那一刀补了 好 咱们当了半天忠诚 终于跟祖宗进入了单挑的决战状态 同时把青蛙剑藏在裤装里 怕祖宗看见 好 这个把这个伞去置办 好 咱为了连赢 不管那么多了 九 来 杀呢 杀呢 哎 来了 还是一个黑杀 但这样的话 祖宗会不会掉血觉醒呢 祖宗看来没这个胆量 毕竟咱路神有无限可能 这慢慢路心 甭 好 这凉血了 咱就不打了 是吧 如果刚才祖宗掉血觉醒 死亡又没杀的话 很有可能他就挂了 好 这果菜桥 拆掉了我们的装备 但乐不吃属 咱表示毫无压力 把招数 狮之淡 难得之坦 难这么多牌 主攻受死吧 好 看看这么多牌 有没有机会 一波把主攻给带飞 这个火攻命中了 再一个决斗 估计要拍上去 来 所向披靡 他有无限 咱也有无限 你跟我们拼杀是披靡赢的 我们这有两个杀 先用红杀 是吧 蹦一下 你要死了没 没死的话 咱还有一个怪事府 已经死定了 好 这把咱们路神一开始 因为被孙长枪先手压制了 咱就一开始就在跳中 但是场上非常的混乱 尤其混乱点 我觉得是在这个曹章 他反贼放了个南半路心 彻底的把身份给搞乱了 使得这个陈 加上我们在里面搅浑水 曹章也在里面搅浑水 搞得陈群跟张一彩 这两个忠臣 互相内讧的一塌糊涂 是吧 加上这个内奸在里面掺和 结果在多一个忠臣的情况下 祖中方不但没打出优势 反而进入了阻雷反 最后还让我们一个反贼 以非常健康的状态 跟祖公进入了单挑 祖国虽然有八卦有加一 但在咱们的青钢剑 冠施府面前都是浮云 好 今天的奥斯卡身份局就到此为止 我们下期再见了 后面我们看看三国 好 既然录像里出现了寻幽中瑶 我们就来看看他们俩 大家都知道寻幽中瑶 可是一对机友 尤其是传说寻幽 在死之前 总结了他的十二奇策 他的技能就这么来的 可以 据说三不三也十二个几狼 正好是十二个奇策 然后给了中瑶 要中瑶把它总结一下 结果寻幽死了 中瑶还活了16年 都没有总结出来 在裴庸之看到这一段 都觉得中瑶实在是太不像话了 这么长时间你都没总结出来 搞得寻幽这十二奇策失传了 真是太悲哀了 但是这事怎么看也怎么不合理 中瑶自于这么磨叽 很有可能的 这个说法也就是一个传说 大家听听而已 好寻幽大家一般认为 就像皮肤这个样子 看得蚊子冰冰的 实际上在那个时候 文武没有那么分的那么清楚 是吧 很多人都是内外双修 文武双全 我其实之前砍鲁树的时候提到过 这家伙也是很流的 跟徐楚一样 召集当地的湘勇 组成队伍 很猛的样子 寻幽更是了 曾经他还号称要刺杀董卓 是吧 召集了一帮人人致士 什么总籍武穷 什么和鱼 这些人 是吧 决定刺杀董卓之后 就带兵占据官宗 辅佐天子 称霸一方 然后还跑去 你想他能干刺杀董卓 这个事情 他肯定不会是这种文字 彬彬的书身像 是吧 你看 这个皮肤稍微像脸 又看得像个妖道 因为 在古时候里面会打仗 寻幽这样的某组 这么会对战争了解这么深刻 肯定是又吃过猪肉 又见过猪跑的 是吧 像什么寻玉 中瑶 这帮人也是这样的 中瑶更是帮曹操作证 西北独党一面 很长时间了 好 寻幽最令大家称道的 是在关渡之战的表现 是吧 展延 展延良朱文丑 据说都跟他有关 展延良 是他提供了深冬及西的记车 朱文丑 只有他看出了曹操的诱敌之计 但这里面是有争议的 尤其是在朱文丑的时候 据说曹操骑兵不满600 是吧 就把文丑刘备的五六千兵 打得支离破碎 还把文丑给斩了 当时裴永之就怀疑了 因为关渡之战 曹操的兵力怎么看 怎么太少了 真干曹操武帝纪的记载 曹操跟袁绍的兵力比 是1比10 这怎么想都不可能 陪宏之写了半天 觉得因为中瑶传有一则记载 中瑶在坐镇西北的时候 给曹操送了2000匹把 这样的话 怎么可能曹操只有骑兵 连600都不到 所以说我一再强调过 古时候真正的名将 要以少甚多 很多都是吹嘘的 比较厉害 但是真正的用兵高手 并不是会以少甚多 而是会在一个具体的战场上 用优势的兵力 捉住敌人的落单的部队 或者是捉住敌人的少量的部队 这个你只要看近代的战争 那就是写得非常清楚 这个材料非常的多 比如说国共战争的时候 我们共军经常是以多优势的兵力 把国军给围住了 很少是以烈士的兵力 反被国军包围了 真正兵力烈士的时候 那咱们掉头一跑 就是25000里 好 今天砍战国就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看 好 好